各位观众,就从中国在完全属于越南专属经济区和大陆加海域, 非法架设海洋石油900亿专举平台致近, 越南海警力量已及时赶到现场,坚持斗争捍卫国家主权。 虽然连续遭受中国船舰的挑衅和阻拦, 但越南海警力量仍坚持斗争,执行任务。 越南海警战士在斗争阻止中国非法行为的同时, 也有效保护在海上捕捞作业的移民。 可以说,在深刻情况下,越南海警力量已经正在并继续 为捍卫祖国海洋海岛主权奉献自己的力量。 越南执法力量坚决采取和平措施与中国船只斗争, 但中国却使用武力来对付越南执法力量, 直面撞击,使用高压水龙头喷射, 中国所采取的行为似乎是像摧毁越南船只一样的。 外国船只主动拦截撞击及向越南执法船喷水, 越南海警4032号船在海上执行任务过程当中, 也遭受外国船只的拦截撞击, 导致船体栏杆和通风排气系统等设备受损。 越南海警4032号船一接近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 就马上被中国46001号船撞击船体左舷, 破坏了10米长的栏杆。 两天后,中国46001号船继续撞击越南执法船, 由此可见,中国船只横冲直撞的行为是常见的事了。 可是,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 越南海警力量仍坚持和平斗争方式, 要求中国船舰和钻井平台撤离越南海域。 在海上执行任务时,我们保持主动的状态, 及时观察掌握外国船只的活动。 此外,为了减少船上财产和人员的损失, 我们以加速避开,避免与外国船只的碰撞。 除此之外,长期在海上执行任务, 海警战士们也要面对不少困难。 生活用水稀缺,三天才能洗一次澡。 但越南海警4032号船船员说, 这还不算什么。 如果在海上的时间更长,仍更多的话, 那么我们要等五六天才能洗一次澡。 作为一名海警战士, 执行捍卫祖国领海和大陆家主权的重要力量, 我们不管危险和艰难, 坚决完成捍卫祖国领土领海主权的任务。 被中国船只撞击受损的越南海警船 已靠岸进行维修。 越南海警4032号船的栏杆已经修好了。 通风管道、排气、喷雾管道系统也得到维修。 维修工作结束一天后, 越南海警4032号船继续出海执行任务。 经过近一个月的时间出海, 在越南传统渔场黄沙捕捞作业, 近日成天圣化省的许多渔民已经回归。 虽然作业时遇到不少困难, 特别是在东海局势不断升级在背景下, 渔民们还见识出海捕捞, 且满载而归。 经过20天左右出海作业, 阮城发先生的功率为360满粒的渔船, 以满载而归。 由于投资信造高功率渔船, 他和远洋渔船小组的渔民 能够到黄沙群岛海域的传统渔场捕捞作业。 价值为两亿月顿的20公吨各种鱼类, 是其次次出海的切实成果。 今日出海作业时, 要在远洋渔场才能捕得到鱼, 我们渔民仍放心作业, 因为海情力量也跟我们并交出海。 目前, 成天顺化省的远洋渔场数量为250多艘, 其中59艘已经获船到黄沙和长沙等两个渔场捕捞作业 整年的各渔业高峰季 该省渔民都出海作业 最近 由于进行投资升级渔船 并新造高功率渔船 该省的渔船队伍已经出海远洋捕捞 虽然遭到不少困难 但渔民们还坚持在黄沙和长沙等渔场作业 为捍卫祖国神圣领土储权做出贡献 虽然东海局势演变复杂 但我们还愿意出海作业 为捍卫国家储权做出贡献 我已经申请出海远洋捕捞 我们祖先自古以来都在黄沙渔场捕鱼 所以现在我也到那捕捞作业 无论如何 我们也坚持出海 为了保护油场 我们却不泄气 现在是南方海域的渔业高峰季 对陈天说话省乃至全国渔民们来说 每次出海满载而归 就是东海送给他们的无价礼物 按照政府的规划 新港市将被投资发展成为渔业中心 新港市也是全国六个渔业中心之一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 新港市建议政府投资赶善升级 收贯船杂 开展铁壳船制作项目 为渔民提供协助 加大神力资源培训力度 以满足海上作业需求 新港市已为12个船主提供协助 清造渔船 协助款项为55亿月顿 同时为出海作业的220寿司提供协助款项116亿月顿 新港市作为负责管理黄色寻岛的行政单位 所以为渔民欠食在此传统渔场 捕捞作业 捍卫国家储权创建便利 正式当务之急